抓了嗎 在這邊找 我在夾娃 夾娃娃 夾娃娃 在這邊 被遠景團團包圍 黑衣男這支屋說不出話 甚至還狡辯是來夾娃娃 但真相可沒這麼簡單 一旁同伙也被上銬逮捕 因為這兩人假冒成頭顧專員 在賴群組營造獲利假象 一步步又使投資客 掏出畢生積蓄 為了要成功得手六百萬 車手跟監控手兩兩一組 我跟被害人相約面交交易 回覆遠景看實際成熟 立刻上前逮人 還意外發現其中一人 千里迢迢從香港來犯案 警方調查這一名香港籍男子 一月初以觀光名義入境來台 實際上卻是來當詐騙集團車手 早在出發前就得知工作機會 每面交一百萬就能賺六千多元 薪水直接匯進香港戶頭 沒想到還沒搭機離台 就先狼狽落網 以被害人洋裝配合交付投資款項 又捕出兩名嫌疑人現身 警方隨其予以逮捕 並查扣相關證物 打給朋友提到出事了 就斷臉讓家人心急如焚 在臉書PO文寫詩 沒想到卻是搞詐騙 假旅遊正當車手 以為能邊玩邊賺零用錢 反倒先被羈押 欲哭無淚 三連新聞和孟子楊心儀 台北